HELLO, 大家好, 欢迎各位观众, 继续收看我的频道 我是 J-Project 史提夫 今次介绍大埔区两个好去处 分别是家道里农场和铁路博物馆 事不宜迟, 正式出发 首先, 我们乘搭东铁线前往大埔区站 然后出门后, 前往A1出口 之后, 再沿着新达港场方向 再穿过隧道, 前往64K巴士总站 周边路牌都有清晰提示 继续跟着提示方向 再步行上楼梯 就会见到64K巴士总站 前往农场体验, 家道里农场 车程大约20分钟 趁着这段时间, 大家可以小休片客 当到达家道里农场站 我们可以往入口前进 之后就会见到票务柱 亦都有一个价目标 给大家来参考一下 当进入农场后 眼前就会看到一幅 生态径路线图 给大家来参考路线 今次农庄之旅正式起步 首先, 当然要介绍 家道里创办人 何理事着事 周边环境充满农场气氛 很快就会看到农场小卖店 正正就在我们的眼前方 而外面呢, 摆放了很多小盆栽 吸游客观赏 再走前多一点 亦都会看到很多展示牌 吸游客去选择地点前往 而农场亦都收养了很多寄养动物 包括有受鸟伤的鸟女 都会交由家道里 农场人员 识心照顾 有部分鸟女甚至被委任 成为亲善大使 除了鸟女, 亦都有猫科鸟 都会交由农场人员 识心照顾 不知道大家看到里面有只猫炮呢 除了室外 也有室内的展览馆 吸游客观赏 眼前便是爬行类蛇的展览品 很多模拟生态环境的展览室 包括自仰有身手非凡的爬行者 大壁虎 还有很可爱的水鹿龟爬行类 之后可以继续参观淡水生物屋 里面都摆放你很多热带鱼女 環境舒适 还有多种类小虾细雨 摆放展览 农场外 还有环境清幽 继续参观还有鸚鸣寮寮 还有鸚鸣寮寮 加琴寮 再往上还有 托鸚寮寮可供观赏 大家看一看 又有很可爱的心型猫头鹰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太的样子 很多不同品种都会交由农场寄仰 农场周边环境 风景余画 可以吸引大家来个放慢放空的感觉 大家猜猜猜猫头鹰 有只鸚鸣寮已经急不及待 想和观众们打招呼 在家道里农场 有很多不同的景点 可以给大家去选择 眼前有两只可爱的猪 正在午餐中 今次我主要介绍下山区的展览馆 如果大家有时间 不妨可以前往上山区 继续参观 我们正式离开家道里农场后 前往下一个景点 铁路博物馆 入场飞是全面的 不过大家要记得留意开放时间 进入博物馆充满历史色彩 虽然国物馆面积不算大 但能够亲身体验上世纪的历史面貌 回看铁路建设的演变过程 都是值得前来参观的 今次介绍大埔区两个好去处 就到达尾星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今次的介绍 就记得给个like我 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最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完小铃钟 就会有新的影片通知大家 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 拜拜